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这个蛋糕 很特别在事业上好像给你们看一看 这个蛋卷就跟我们印象上有不一样 它其实是一种很和强的蛋糕 它淡淡的甜味也很滴 我们可以直接来吃它 或是你想到会中一种包子 加糖的什么 或是逼爱外来吃 如果这样的 或是包裹进去移动 就会再来吃 那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跟一般的蛋糕最大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不是用脂肪的 它是用盘蛋的 这个吃起来很口感 刚刚有鸡蛋吃起来 它很口感 这个吃起来很特别 比较少 这个有兴趣的 可以来吃 还有这个 盒子里面有三种很特别的 你是不是帮你介绍一下 东北有三种很特别的 东北有三种很特别的 这种很特别的 老雪它在一边有三种 就是在麦芽饼 色隆饼跟鲜饼 说这是麦芽饼 然后再来是 蒜蓉饼 它的形状很特别 色隆饼的形状有点像一个木饼 它是 它的内製是麦芽饼 它的话 它的口味是一个半咸甜的口味 吃起来的话 就不像不能说 我们就吃麦芽饼 这个麦芽饼的话 其实就是一种 原型的太阳饼 原味的太阳饼 以前古早味的太阳饼 就像这种口味 不是像现在一般太阳饼 这种很浓腹 我想说微妙很紧淡 那这个杏仁酥的话 就是 感到看起来像火辣吃 它是一种杏仁口味 就是一种杏仁口味 那这个比喻饼 以前在我们曾经在台湾的口味上满过 后来 因为一些 种种地零种的一些提示 后来 就像这种方法 那这个是目前 就是积极在主要的口味 那我们知道 店长对于台湾高底的流打 也很深的点故 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 这个 你们最有名的 这个咸蛋糕的流打 这个 这个 台湾的节目 再次去的时代 就是有北 有南 特别的分别性建 像台中的什么地方结果 那 我也举行这个结果的意思 就是日本的前天皇 日本天皇的起地点 他的地点 当时 他就代表 他就来台湾 他来 这边就是要据换这个建材的仪式 那这时候地方的士生 那个 沃丰的零线堂的先生 那时候他们就放蛋了 就带这个器材 那这时候 这个晚宴的话 我们需要一个 徒书 那如果存在的话 他当 他在地方上的封颖 这个桌子 那时候都推荐 后来入学 去当 担任当年 这个 那在这个晚宴的尾声的时候 必须上一道尾声 那他当时 因为受限于手边 材料的 尾声 他当时 甚至是理智能道 就是 集中生 是制作出 用蒸 清蒸方式的甜点 那这个甜点 就是后来他经过改了之后 就是用的 用写的成功的套套套 所以他会这样的 固形 这是一种用 清蒸方式 用蒸的方式 制作你的蛋糕 上下两层 就是一个蛋糕套套 中间的话 中间的话 是夹着一层鲜的 鲜的容量 就是 加上一些 肉圆 去藏的鲜 所以这个蛋糕 就有白鲜的历史 是不是 我知道说 其实 但每一件事情 就是它有它的幽黏 那就像中国 台湾人 为什么 在 timeless 是否正确在这方面 为我们说一下 它的表具 这个 高顶子了 一个cendo letter 就是 关系 那開始就這個三個人陸孔的關係 那三個人陸續一頭 我們留配到江東區去取籤 那當時孔子就是將近最终 就是那個 用了很大批的一個鷹群隊 翘落打鼓的 同時製作了一些精明的導演 然後帶出去去取籤 那因為有這個故事底部的關係 那後來就是這個時候的西比 西比這個點綜就是這麼的 那可能一些在銀紙內 或是銀桃裡面 成為這麼高的理由就是